欢迎收看今天的麻辣下午茶 我是黄荣 我们今天的下午茶 哎呀 真是抱歉了 不是在下午的时分出来茶 而是在这个午夜时分 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万圣节的时候 午夜时分是最神秘 而且是最多的这个辣妹 还有帅哥出现的地方 那么我们今天来到的就是洛杉矶市中心的这个 SOHO Club 那么今天在这边呢 将会有一个非常神秘的party出现 那等一下呢 我就要带你去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查一查 马上开始 欢迎来到麻辣下午茶 我们今天节目在一个非常非常嘈杂的环境里面 你可能听不到我说话 但是我们今天节目会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么在我旁边的这位呢 今天是我的cohost 是我的另外一名协力主持人 那她今天就是Caroline对不对 在我们要游玩这样的一个大party 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观众讲一下说 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位于Downtown的Club Soho 我们现在hold的这个活动是由USC和Icon 男嘉学生会主办的一个多校联合的万圣节派对 原来是万圣节 难怪她们每个人都变得这么夸张的装束 那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她这个Caroline做的是这个米老鼠的装扮 对不对 那么还有其他样子 等一下呢 我们的镜头会带你看更多更多的画面 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么精彩的内容 我可是熬着夜来的呀 好了 那我们等一下 你要带我们去好好地逛一逛这个地方好不好 没问题 好了 那我们等一下马上赶紧看一看 张家慧和学生会主席牟浩伟都是我们的熟人 去年的大学生歌唱比赛当中 他们脱颖而出 曾经还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表演过 好了 那现在在我旁边的这位呢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USC的华裔学生 学生会的主席 我想有这个 经常看我们节目的观众一定发现了 这位主席很眼熟吧 对 他在前段时间有参加我们这个比赛 对不对 在歌唱比赛 对 那现在已经晋升为主席了 主席同学给我们讲讲这个活动吧 这个活动就是给我们所有华裔学生 我们在庆祝一个西方的节日 但是以我们中国传统的方式去庆祝它 所以我们这边都是以华人学生为主 所以今天来的大部分都是学生 都是华人学生 然后都是来自南加州这边各个大学 有包括南加拿大 还有UCLA 然后UCI UC Versailles的学生 对 所以今天来的不只是一所大学 不只有 是三个不同的社团跟我们一起合伴这个活动 为什么要举办这样一个活动呢 你不觉得 其实很多观众觉得 包括我们电视之前有很多爸爸妈妈 他们会想说 哦原来你们偷偷跑出去玩呢 对 因为 这就像我们一个舞会一样 通常 来自不同学校的学生 很少有机会大家聚在一起 然后我们就通过这种类似 这种party的活动 然后让所有学生都可以认识大家 好 那我们等一下呢 为什么你今天不换一下你的这个装扮呢 外加装扮 因为要做事情 今天很忙 所以不能穿装扮 真的 我们今天这边真的超热闹的 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学生很多 对不对 Huber等会儿带我们要好好玩一下 OK好 没有问题 玩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